根据榜单显示,中资港股2017年CEO薪酬中,最高的,是中国恒大行政总裁夏海逊2.7亿元,联想董事长杨元庆,1.5亿元年薪位列第二。 杨元庆,现任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,25岁通过校召进入联想工作,2011年接手联想集团董事长职位,在2005年并购IBM PC之前,杨元庆的薪酬是424万港币,在收购案完成后,杨元庆的薪酬增长至2175万港币, 而在2014年的财报中,他11.3亿的年薪登顶中资港股最贵CEO,也是所有中国上市公司中最贵的CEO。 从2005年联想并购IBM PC开始,杨元庆的薪水持续高速增长。 2004年,杨元庆薪酬424万港元,约54.6万美元。 2005年联想收购IBM PC后,杨元庆薪酬增至2175万港元,约280.5万美元,是前一年的四倍多,当时被媒体声赞来打工皇帝。 此后几年杨元庆薪酬持续上涨,2011年薪酬达到了创纪录的1421.8万美元。 自2011年起,杨元庆已连续翻年缠年福布斯中国最贵CEO的中资港股CEO薪酬榜。 面对质疑,杨元庆解释,因为联想薪酬体系的关系,在IBM PC业务收购后,如何让两个不同的公司统一薪酬是件很麻烦的事情。 因为国内员工的工资比较低,而原有的IBM的员工,是按美国市场的标准来的。 我堂堂一个集团CEO总,不能比自己的员工拿得少大。 杨元庆面对议员民心的质疑,也交出了一份抽预期的成绩单。 联想集团公布了第二财集业绩。 财报显示,联想集团当即实现了912亿元人民币134亿美元的营收,创下近四年最高单级营业额水平。 将杨元庆为较高兴的是,随着联想各业务的盈利能力得到改善,集团第二财季的税前利润为14.5亿元人民币2.13亿美元,同比增长超503%。 股东应占净利润16.7亿元人民币。 另外,集团上半台年营收规模,甚至创历史记录的,达到了1720亿元人民币253亿美元,较去年同期增长的10%时。 林小集团董事长兼CEO梁元庆表示,任何企业的发展,都是螺旋式上升的。 你不可能爬着云梯上去,你一定的下来,以后再去爬下一个山峰。 此外,杨元庆还表示,联想已经过了最困难的时候,我想螺旋式发展这个阶段是U型曲线的话,向山到山顶。 然后再往上爬,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爬坡的阶段了,我对联想从来没有失去信心。 过去我们都会担心联想的移动业务,因为它的亏损较大。 杨元庆并不必会谈及联想移动业务旅被诟病的引力问题。 在它看来如今大有感官,联想现在专注在拉美、北美、中国、印度等市场,对其他新兴市场采取了收缩策略,同时还聚焦在主流产品线上。 基于专注与聚焦的策略,财报显示,报告期内的摩托罗拉全球业务以及联想移动整体业务,在中国以外市场实现经营性盈亏平衡。 经营费用相较去年第二季度减少1.75亿美元,其中,北美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飙升53%,利用论率亦得以改善,拉丁美洲方面营业额持续增长。 排名稳居第二,一年前,联想也提出了OE9,加入人工智能带来的智能表格商机。 但从26到27日联想举办的Touch World 2018大会上,联想已经深度拥抱人工智能了,一年前联想提出OE9战略正在得到了全面执行。 根据联想的战略,无论传统还是智能的设备,未来都要变成智能的,联想通过技术,生态将所有的硬件都升级成智能硬件。 这对生产PC、服务器、手机、VRAR等诸多硬件设备,的联想来说是一次绝好的机会。 杨元庆对此表示,联想将不仅仅每用户提供个人电脑、平板电脑、手机、智能音箱、智能显示、AR、VR以及面向行业的商用IoT物联网设备, 还教让更多没有联网的设备连上网,变身SAR、智能物联网终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